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教師鐵飯碗不薄 多地中小學推行退出機制 看來是沒錢了 習近平破格提拔 路透爆料 李強曾通過背後渠道繞過中共證監會 彭博社報導 美國眾院議長麥卡錫證實 將與蔡總統在美國會面 中國就業形勢多嚴峻 傳監獄免費勞力都失業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3月8日 星期三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沒錢了 中國教師鐵飯碗不薄 多地中小學推行退出機制 據陸媒報導 2022年11月份 寧波市教育局發布了 關於寧波市中小學幼兒園教師退出機制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 引發一輪恐慌情緒 意見稿中稱 該市擬隊 未能聘任上崗 考核不合格 違反施德或因其他原因等 不能勝任 堅持教學崗位工作的教師予以退出 退出渠道包括待崗 轉崗 離崗退養 解聘 繼寧波之後 貴陽 北京等多地也相繼提出中小學教師退出機制或開展相關試點 其中 貴陽市今年2月17日公布的《貴陽貴安教育三年攻堅行動方案》中 明確提出要完善教師末尾退出機制 綜合績效考核 失封失德 年度考核及素養測試等幾個方面 對末尾老師實行首次取消目標績效 再次調離轉崗 三次落聘退出的機制 中國載賓教師待遇比照公務員 一向被認為是鐵飯碗之一 而所謂的教師退出機制 要求對教師定期考核 不合格或者末尾教師可能面臨失去崗位甚至解聘的危險 許多人擔憂 經濟內捲導致教師鐵飯碗被打破 中共財政吃緊 河南河一些西部經濟落後省份 經常傳出公務員和教師發不出工資的消息 去年9月 山西省核區縣經檢機構一度引發輿論關注 兩個月之後 經濟相對發達的寧波市也傳出教師鐵飯碗不保的消息 再次打擊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习華大力起提拔 路透爆料 李強通過背後渠道繞過中共證監會 全國人大會議仍在進行中 極無懸念 中共二號人物李強將接替李克強的總理職位 李強曾在2018年推動對上海股票市場進行改革 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李強當時通過背後渠道繞過了中共證監會 一位接近監管機構和上海官員的資深銀行家說 中共證監會非常不高興 這名銀行家補充說 李強與習近平的關係在這件事上發揮了作用 使他能夠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該計劃 而不是通過證監會 證監會沒有對路透社的置評請求做出回應 李強去年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 因對該市實施兩個月的災難性防疫封鎖 而引發民眾不滿和抗議 這次封鎖關閉了上海的經濟 並給居民留下了心理創傷 當他在二十大上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時 許多人感到驚訝 不僅如此 他還成為了中共二號人物 預計將接替李克強的總理職務 這更是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因為這樣意味著中共的很多先烈已被打破 李強從未擔任過副總理 而幾十年來 中共總理一直是從副總理中產生 李強也缺乏領導貧困省的經驗 這也是在黨內擔任高層職務的先決條件 李強還將成為首位從未在中央政府擔任過職務的總理 歐亞集團高級中國分析師牛奔說 現在李強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在一個懷疑市場的老闆手下工作 他必須在經濟增長和一系列社會 技術和地緣政治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對中共領導層觀察人士表示 李強能夠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前上海政法大學副教授 現居智利的評論員陳道寅說 李強可以在這裡和那裡做一些修補 但他不會拆牆見心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吳木鑾認為 由於習近平控制一切 習領導下的總理由誰當 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 彭博報導 美眾院議長麥卡錫證實將與蔡總統在美會面 據彭博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加州共和黨眾議員麥卡錫 週二 七日晚間接受訪問 被問及是否和蔡英文總統見面時表示 兩人今年將在美國會面 但他補充 這和我之後的出訪行程無關 和我是否前往台灣無關 中共不能指使我 何時何地該出現在哪裡 麥卡錫也強調 兩人的會面並不能排除他後續訪台 英國《金融時報》昨天披露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安排4月初在加州會晤過境美國的台灣總統蔡英文 而不是台北 避免刺激北京 對台灣做出侵略性的回應 根據瞭解 蔡英文確實規劃 於3月底出訪中美洲友邦 並過境美國 由於政治美中敏感時刻 蔡英文此行除彰顯台美友好緊密 也要避免北京藉機 挑釁聲勢 中國就業形勢多嚴峻 傳監獄免費勞力都失業 近日有人在知乎提問 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了嗎? 目前共積累了近900條回答 其中大多數都是肯定回答 許多網友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者身邊的真實案例 來舉證中國失業情況嚴重 就業困難 其中一名網友爆料 自己一個當獄警的朋友透露 現在犯人的生活可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犯人們必須做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作 比如服裝加工 小電子產品等等 但這幾年 很多這樣的企業都倒閉了 現在犯人們每天就是吃飯 學習 睡覺 還增加了身體訓練的項目 該網友表示 免費勞動力都沒有了工作 更別說其他的人了 還有許多回答問題的網友貼出自己的所見所聞 一名網友說 自己的同學畢業後報名應聘 人人看不起的社區工作者 只招1000人 結果2萬多人報名 最後 和這個同學分配到同一個街道的有10多個人 除了3個碩士 剩下的全是本科 最低的是2本 另一名網友表示 武漢河灘上挖野菜的人越來越多 年紀也越來越年輕 大街撿垃圾的人也越來越多 裡面竟然出現了中年男子 地鐵上50歲就用老年手機卡的人越來越多 坐地鐵逃票的越來越多 以前招工要打廣告 現在只要發個朋友圈 很快就有幾十個人應聘 而且不用打電話約見 很多人主動找上門 有網友說 三年前我考入我們單位 我是雙飛本科生 今年考到我們單位的都是985碩士 還有網友說 前兩天想進太原富士康 結果聽我場裡邊朋友說招200來3000 打螺絲都搶不上 什麼概念 一名網友爆料提到兩個細節 前幾天 市里人社局組織一場招聘會 還沒開始 外邊就人山人海了 一看形勢不對 保安就開門放進去一部分人 然後關門 不讓進了 外賣騎士越來越年輕 不認路的也多了 以前幾個月能看到一個女騎手 現在一星期見了十幾個 有一個應該也就24歲左右 騎手普通話越來越標準 動員兵被送到前線當炮灰 一個團兩天就打光 全團只剩兩傷員 河南懸賞通緝一政法委副書記 細節曝光 大五毛周小平入全國政協 提案被指恐怖主義 陸克自由行 陸委會批北京沒解除禁令 他嗆 口惠時不至 人家人家的目標 大一口惠時不至於 唔團地暴明 大一口惠時不至於 死亡人家的目標